我想現在看著颱風 我們一直持續關注它的路徑 星期一的時候 我也特別到防災中心 要聽取各居住防災準備 而且昨天市政會也特別再次要求各居住做好各項的準備工作 那今天下午一樣 我們會到颱風中心做三級強化的開設 同時會再次持續關注最新的路徑跟風勢雨量 那當然我們之前四個縣市 就已經有共同討論 會依循相關的機制 以及停辦停課的作為標準 當然也會是實際的情況 我們會及時的聯繫跟溝通來確定 接下來是否會停辦停課 我想還是要看這個天氣預報 這次天氣預報已經有一些資料看起來就是 未來基北北的雨量都不會太小 所以我們原則上還是盡量跟我們基北北同步作業 可以對我們市民比較好 當時我們就質疑 前瞻基礎建設的經費跟預算 是不是會淪為寶裝或分贓 甚至是分配並不公平的現象 那現在我們看到 簡單基礎建設計畫 對於二十二縣市地方政府的補助 總共有五千三百多億 台北市我們得到一百八二四億 是六都最後的 是全國第九 所以希望中央對於地方政府 相關資源的分配要能公平合理 也希望中央能夠多體恤地方政府 以及市民對於很多建設的期待 讓我們都希望中央地方一起努力共榮共好 我們可以讓我們能夠 ぜひ我們來炫耀 我們來炫耀 一切把你們的錢 都要去炫耀 我們來炫耀 我們來炫耀